从6月16号以来 广东省梅州市多地出现洪水肆虐 房屋倒塌 道路中断等险情灾情 梅州市平远县四水镇是本次的重灾区之一 灾后景象满目疮痍 街道一片狼藉 居民傅大叔在几台堆叠在一起的汽车中 寻找自己的车 原本停在家门口的车被冲到百米外 灾后救援工作从17号持续至今 由于当地多个村庄在本次洪灾中断水断电 道路被毁 空中救援就成为最有力的应急力量 6月21号 记者跟随救援人员登机 飞往四水镇成文村 这是四水镇最偏远的村庄之一 藏身于崇山峻林之中 从高空俯瞰 绿色森林中间隔的黄色地带 便是山体滑坡的位置 数量非常多 直升机先是在成文村所属的自然村里坑村上空 投放了部分物资 包括大米 方便面 面包 矿圈水等 随后飞停在成文村一片河滩上 村干部 村民 文讯纷纷前来帮忙搬运 这常住人口就是100多 有 还有差不多70分左右 现在路还是没准是吧 还没准 成文村整体受灾情况相对较轻 但生活物资完全依赖直升机运送 现在村里大小事主要依靠这一批工作人员运作 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在灾后第一时间 靠双手双脚爬过遍布山体滑坡的群山来到村子里 我们是从早上六点半镇里面出发 然后呢就联系带爬 听了别人说我们还带了绳索 我们是在那个比较大的塌坡那里 我们是降绳索 我们真的是降绳之下来的 李扬斌是一名00后 在镇上工作 妈妈李秋红也是村干部 母子俩在灾情发生后 等到天亮就结伴出发 走过了他们人生中至今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路 平时开车开的快可能就40分钟的路程 我们愣是爬了八九个小时 没办法 一个是 就主要的一个是 还有家里老人在这边 第二个本身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的乡镇 而且我服务志愿也在这里 所以说肯定要回来的 不管情况怎么样都要回来 所以我们就 真的是连滚带爬 泥巴水已经泡到我腰这里了 穿着水鞋进来 水鞋也丢了 这么厚的泥巴 水鞋拔不出来 水鞋也丢了 光着脚丫子走了好几公里 看到有一户人家 借了一副拖鞋 才走到这个村里面 路踏下没有路了 泥巴踏下来 那个围栏 就是铁围栏 优质型草钢 我们碰上去的时候 它是在震动的 可是当时又没有下雨 但是一直在震动 所以当时非常恐怖 然后想 回头再去想 再也不走第二次了 再也不走第二次了 据了解 截至21号下午 直升机运送物资到村里 已有7次 有4名患病老人 也已搭机前往平远县城 接受治疗 当天的第二架直升机 降落到村子里 近两天 当地天气炎热 直升机机舱内部持续高温 加上搬运物资 一趟飞行下来 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 汗如雨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